為救癌女三進家產 助供北榮滿癌藥給付 然後我們回家協會也知道這些事情 你好小妮 拉拉阿姨很高興可以跟你一起唱《升旗白馬》 你唱得非常好喔 你現在一定是天上最可愛唱歌最好聽的小天使 聽到妮妮的歌聲 爸爸張玉珊還是忍不住淚崩 每次想到這一段我真的很想哭 三年前七歲的妮妮突然出現流口水的症狀 檢查發現罹患腦幹腫瘤 到北榮就醫 當時的主治醫師提到可以使用標靶藥物蒂蒙多 但得自費 家屬也簽了同意書 她陸續購買五次 花費18萬元 後來轉往奇美醫院 接受自體幹細胞治療 同樣服用蒂蒙多 這次卻有健保給付 她一度好轉返家 但後來又病狂惡化 送到新北市的雙和醫院 服用蒂蒙多也有健保給付 發病一年八個月後 妮妮不一定摩過世 妮妮的爸爸事後想起 在北榮為了照顧女兒還得籌藥費 天天交頭爛額 但在其他兩家醫院 蒂蒙多卻是健保給付 追問之下 北榮竟說 曾有患者遭健保局推薦 才建議自費 她向健保局申訴 才發現北榮根本沒有提出申請 她連這個東西 連送件都沒有送件 所以健保局完全不知道 她四處陳情 並向健保局申訴 上個月健保局要求北榮退費 北榮才善意回應 台北榮總昨天表示 院方沒有送出申請 確實有書師 將退費改進 專家提醒民眾 有疑慮應該尋求第二意見 或是拿單據向健保局或衛生局損訴 動新聞 都是遇生立場害的 報導